尊敬的上乘夏德法师 尊敬的诸位学长 由加拿大弟子归学会 红颖私塾联合主办的 轮椅讲要学习研讨 现在开始 好 诸位学长 尊敬的 成德法师 请起立 让我们素整衣冠 端身正义 以至诚 恭敬感恩的心 礼尽 至圣先师 孔老父子三鞠躬 一鞠躬 起 再鞠躬 起 三鞠躬 起 以至诚恭敬感恩的心 李敬 敬爱的老师 李敬南老鸡是三鞠躬 一鞠躬 起 再鞠躬 起 三鞠躬 起 恭敬 恭请成德老师上座授课 向尊敬的成德老师行三鞠躬礼 不为礼 一鞠躬 起 好 大家好 请大家入座 恭敬老师讲课 谢谢刘老师 诸位法师 诸位传统文化同道 大家吉祥 我们 论语课程 我们进入这个父子之道 上一次我们首先谈笑的重要意义 这一个单元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笑的重要意义 第二是笑子的心境 我们目前当目其心 那我们效法古今中外的笑子 也是从他的心境来学习 第三是论语当中知道我们如何行笑 那上一次首先我们提到笑的重要意义 第一是万善万德之根本 所谓百善笑为先 笑替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所以笑替是做人的大根大本 我们也常说 笑心开 百善皆开 所以笑的意义就很重大了 从我们佛家讲 要开发性德的万德万能 也是从孝下说 所以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 要从孝清尊师 才能开发我们的明德 佛性 所以真子有说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 圣中追远就是叫孝啊 人心越来越厚道 那我们从我们自身 我们上有长辈 有父母辈 甚至我们有爷爷奶奶辈 往下我们可以看到下一辈 甚至可以看到下两辈人 这样差不多在我们眼前 五代人呢 我们想想呢 这五代人 德行啊 福报 是在往上 还是在往下 那假如我们感觉是在往下 那现在 上学的人口啊 比例是真高啊 比例是真高啊 几乎都快百分之百 读小学啊 读初中 读高中啊 可是德行 我们再往下 所以这个教育的根本呢 我们得抓到啊 福效 德之本也 道德的本是效啊 教育要从这里开始 你不从这里开始啊 长不了 学生的 善心 那当然 那当然人类 每一代人 素质就一直往下降 不能只是叫他知识技能啊 那 所以我们看到真子这一句话 感触就蛮深的 怎么教啊 人心才会厚道啊 要圣中追缘 就是 不忘祖先的恩德 连那么远的 祖先都不忘 怎么可能会忘了眼前 寒心如苦 推甘旧失 厌苦吐甘 把我们抚养长大的父母 人连那么远的祖先都念恩了 不可能不念父母的恩了 那刚好 我们在清明时节的时刻了 一般来讲 清明节 四月五号 其实前跟后啊 都属于清明 这个时节了 我也接触到 好多 华人 他们都已经去扫墓了 昨天遇到一个同仁 他扫七八个墓啊 我也赞叹他 他们这个传统非常好 我也有时候啊 会在观察 思考一些问题 比方 哪一个地方的华人 女性啊 最愿意做家庭主妇 这是我的观察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会出人才啊 因为 女子啊 很愿意 把她的智慧 心力 用在培养 下一代上 你看古人说的 自要没落交辞啊 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下一代要交好啊 下一代出人才啊 俗话说的 你要成一个家业啊 成家犹如真挑途啊 审吃俭用啊 我们闽南话说 卿荡业度啊 这个大家可能听不懂啊 就是这种词很形象啊 成家犹如真挑途啊 好不容易啊 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家业 三五代人 慢慢发达起来 败家犹如水推杀 你堆起来了 生了个败家族了 好像一个海浪拍过来 全部的土都卷走了 所以我们观察这些地方啊 尤其我们要培养弘法的人才啊 老号上说了 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啊 重视三岁以前的教育 可以出贤人啊 这个都是实节应言 鸡不可思啊 时不再来啊 所以我曾经听 日本人 女性 她工作 怀孕了 或者结婚了 她表达 我要回到家庭 心力要放在家庭里面 同事都祝福她 那是一方的一个观念 认知啊 当然现在 每个人 欲言不同 有些人都还没遇到传统话 这个媳妇啊 要辞掉工作呢 这个婆婆 睡不着觉了 你给我去赚钱 我来顾孩子就好了 那这个还得沟通 这个也不能太强势 因为毕竟是对自己的 父母啊 公公婆婆 这个都要顺势而为 那我曾经 好像是坐澳洲航空 我看啊 很多都是 四五十岁的妇女啊 在做这个工作 我感觉 他们这个理念呢 非常好 就是女子 年轻人 孩子最关键的成长过程 她照顾到了 孩子十几岁了 比较独立了 她出来工作 这个 连航空公司 也都很欢迎 所以下一次 大家坐飞机的时候 看到都是 四十岁以上的 妇女在服务啊 你要对她笑得更灿烂 对这一家公司 要更支持 一个社会重要的观念 要靠每一个人去支持 要靠每一个人去支持 不然这个要扭转了 不容易啊 天下兴亡 皮肤有责 大家可不能小看自己的影响 比方说你去买菜 你都挑那个 要长得很漂亮的 一个虫咬都没有 那她为什么没虫咬 因为她喷农药 那个咬几个洞的 你主动去买这样的菜 你再扭转一种风气 不然这个农药越喷越多 这个化肥越用越多 我们地球母亲呢 受的危害非常大 以后都很多地方 种不出粮食蔬菜了 所以连买菜都攸关天下的安慰 因为它里面有重要的理念在集中 所以大家要支持有机农业 现在要做对的事 都很有挑战 因为我们离正常的轨迹 冰冻三死非一日之寒 现在要把它倒回来 大家得要常记住一句话 任重而道远 可是我们不把它 慢慢慢慢倒回正途来 那会越偏越远 那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呢 我们的孙子辈怎么办呢 那日子怎么过啊 所以古人留的这一句 天下兴亡 匹夫有则 还是很有味道的 那陈德最近在观察 哪一个地方的华人 最重视祭祖 那个地方的华人最有福报 我目前观察 住的环境最大最舒适的 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们最明显的 他们对祖宗的文化 非常珍惜 他们一千多所华小 都是华人自己拿钱出来办的 不是一间不是两间 一千多间 你看每一个华人 每一个华人拿到钱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支持自己老祖宗的文化 这个是恩田 福田新根 这个是敬田 敬祖宗的文化 我们今天要回报 我们的父母 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祖先 所以木有本 水有缘 我们得要饮水师缘 知恩报恩 怎么报恩 我们要成先起后 既往开来 不能让祖先的文化 断在我的手上 那这个就太对不起后代了 我们要以祖宗之心为心 所以这个知恩 知父母的恩 知祖先的恩 知老师的恩 知古圣先贤的恩 你说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灵性 得到经典的知论 教导 多少圣贤人的恩 在里面 首先我们遇到 信孔的人 我们要尊重 孔夫子的后代 孔子传给真子 诸位同道 你们有没有 信真的朋友 信孔的朋友 你们不可以欺负他们 这样我们就忘本了 你看没有他们的祖先 我们文化就断 孔孟言真 这个对我们文化的存产 恩德都很大 你包含历代的大儒 传到现在四五千年 一代都不能断 我们这一两代人 可真正感觉到 这个文化要断的状态 有个香港的学者感叹 几十年 从一个最悠久的民族 变成对短视的民族 只有经济的追求 而忘了文化的沉船 物质极大的强化 精神忽略了 人性会扭曲掉的 唯利是图 见利忘义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可要知道 人可是天地人商财 人生难得 这个从佛法来讲 得人生 佛有好几个庇域 我们就知道 得人生多难 其中一个 一只盲龟 五百年 在大海里 五百年才出来吸一口气 那刚好这个大海上 有一块浮沫 上面有一个洞 刚好这个 盲龟 这个脖子能够伸进那个洞 所以这个浮沫 在大海里飘 大家看过大西洋没有 看过太平洋没有 一望无际 哇你们没有去看过大海啊 应该去看看 这个浮沫飘啊飘啊 这盲龟五百年才出来 刚刚好他探出头来 深进那个洞 请问这个几率有多少啊 太难了 这么难他得了人生呢 在长节的轮回当中 好不容易他当人了 你不教他文化 他在人世间 要照做恶业 一度五千年下去了 所以我们真正对得起自己的儿女 是真正要把文化给他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他没了文化 他就没了灵魂了 他变什么 他便只会享乐了 那就变成行尸走漏了 他好不容易得个人生 你们当父母的 是他最重要的真上缘啊 这个世间什么都带不走啊 最重要是灵性的提升啊 结果他一跺下去了 三途一跺 五千节啊 经典当中啊 有提到啊 一个人要出生的时候啊 有九天司马在场 九重天呢 你看这些天人都到了 九天的神灵啊 都称赫啊 一个人要出生 是多尊贵的事情啊 太太以真人 执掌辅命 文昌帝君呢 平良命运 将一切善恶资料 登记在民册上 赵神爷 要既定他的寿命 这个五帝啊 要监督他的生命 而且圣母啊 卫护产房 天地神明啊 在三界防备守护 经过这些程序之后啊 到人道来出生了 你看连地藏星当中都说了 你看有那个地神 专门护卫 刚出生的婴儿 你说一个人要出生 这个佛菩萨跟天地鬼神 像办一件大事一样啊 那我们的祖先 看着他这些后代 抱以期望啊 我们好好栽培子孙呢 祖宗最高兴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本分呢 成先起后 这样才是抱祖宗的恩德 那我们要成先 要把父母祖先的德行 要沉传下来 孝经指导我们 无念而主啊 欲修绝德啊 一个人呢 要认识自己的家族啊 就会更爱家了 家里有祖谱的请举手 但在家里没有家谱啊 请放心 那得去寻寻根了 我真的有回去寻根 回去泉州静江霍湖村 那就拜过祖先 感觉很不一样啊 这是寻根之理啊 连根的 跟祖先的根的连上了 这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四库全书啊 是季晓兰负负责的 负责编的 但谁负责监督季晓兰编呢 我回去之后才知道 我们蔡氏的祖先呢 当到皇帝的老师 他的辈分比季晓兰还高啊 是他监督啊 季晓兰编的 看到这里说 那这个四库全书 我们后代子孙有责任要弘扬 你了解到之后啊 感觉 这种崇敬啊 这种 因为祖先辟硬啊 我们那种报恩的心啊 会很自然 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花点心啊 祖谱当中 流名轻史的这些祖先呢 也要介绍给 子孙了解啊 他们以 祖先为榜样啊 欲修绝德 就是效法 祖先之德啊 那当然 我们在报 祖先的恩德啊 一人得到九主升天啊 在报祖先的恩呢 那我们在清明 时节 能够很好地念佛 诵经 来做法会 像最近 我们很多 像我们物道法师 物行法师 很多法师 包含我们在家居士 都去陈旧啊 这个清明祭祖的三世系列法会 当然也是为了 互国习灾 再来是超度 祖先 这些都是难得的姻缘 我们都能够进行去立排位 去参与法会 自成 感通 这个得佛菩萨的加持 也是不可失忆 好 那 这个是跟大家讲到 孝的重要意义 因为它是万善万得之根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它的意义啊 就是让人懂得知恩报恩 人不知恩呢 那他一定堕落的了 尤其我们念 劝发菩提心们呢 这个知恩的心啊 跟人修行 那是最根本 最关键的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啊 所以菩提心跟念恩的心啊 非常相应 我们看 全发菩提心 我们里面知道了 我们的菩提心啊 遇到缘分 能够发起来 第一就是念本师恩啊 根本的老实 没有佛陀 这个世间就没有佛法了 而且我们还了解真相啊 佛 在梵王菩萨戒经 说到 他第八千次 来度我们 不是这一次而已啊 真明白这个真相啊 不能再辜负佛陀 这一次的救度了 念本师恩 念父母恩 哀哀父母 生我取劳啊 念师长恩 念 护法恩 施主恩 众生恩 都跟念恩有关 念恩的人会忏悔业障啊 念恩的人 我们念本师恩 本师一直教导我 劝我 出轮回 念阿弥陀佛 我要怨生极乐啊 我要念离说佛啊 这是他的教导啊 我们真把佛 菩萨的话 师长的话听进去了 我们懂得忏悔业障 忏悔业障就是菩提心了 我们懂得出离 生死轮回 念离说佛 是菩提心 怨生极乐 是菩提心了 念正法久住 就是报恩呢 这个佛菩萨跟老祖先 传了这么好的文化下来 不能断在我的手上啊 你看师长常常 在讲经的时候提到 我牺牲生命 都要把文化传下去啊 不然 对不起佛菩萨 对不起老祖先啊 所以为佛法 为众生呢 这个是报恩啊 因为父母 老师 佛菩萨 都是 无求 对我们的付出啊 但是我们的回报啊 具体就是 为佛法 为众生呢 就是回报了 所以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这个宅我 问孔子 哎呀 这个 扶父母 这伤礼啊 三年太久了 一年就差不多了吧 那孔子给他回答了 你父母去世了 你吃好吃的 你安心吗 你听好听的音乐 你安心吗 你住的环境还很享受 你安心吗 你假如安心啊 那 那 那你就做吧 那孔子在这一段话强调到了 我们每一个人 出生在这个世间呢 差不多三岁以后啊 慢慢自己的动作啊 比较能独立起来的 不然三岁以前呢 都是父母啊 要陪伴在旁边照顾啊 尤其母亲啊 所以只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啊 才慢慢不用父母抱了 我们古人定这个 受伤三年 非常有意义啊 人在受伤的时候 他随时在念的 就是人生最大的恩德 就是父母 都念着父母 我小时候三岁以前 多辛苦啊 人这个念头啊 那么强的时候 这个人有福报了 这个人厚道了 这个人对每个人的恩德 不会忘了 受人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我们现在的人 可能都在那里考虑 因为像我自己 成长的环境在都市里面 就特别会酸 算一算 哎呦 三年了 少赚多少钱 都是算这些 看得到的 眼前的 却看不到啊 这样的理 对自己心地的影响 大不大 对整个社会人心的影响 大不大 每个人只是想着 眼前的利益啊 你说有多大的福报啊 那既然我们佛弟子 我们知道 这个手伤三年的意义呢 那我们这三年 我们就要精进修行呢 来报父母的恩呢 那当然 那当然 在清明 冬至 这种 祭祖的时节 那当然要做榜样 给后代子孙看了 这也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 那第三呢 孙的重要意义呢 是它是 政治的根本 违证之本 我们来看一下 七十九页 讲要 七十九页 我们看经文呢 就是有人问孔子呢 你为什么不当官 为什么不从政呢 我们看呢 我们看孔子怎么应对 这里面也要学会应对 进退啊 子曰 书云 你看孔子讲话呢 常常演什么 演武经啊 我们看很多古书啊 比方 这个真观正右 就是武经啊 记载 真观时期的盛事 这个唐太宗啊 跟这些官员们的谈话 其实这一部书就告诉我们 这样的盛事是怎么成就的 这部书真的值得看 是什么呢 是群书制药的实践篇呢 唐太宗把看的群书就要用出来 那其中呢 我们看魏征 像这些房玄灵啊 杜如慧这些大臣啊 他们一谈话的时候啊 都是影经据典啊 历史当中是什么 诗经当中怎么讲呢 很有说服力啊 所以诸位同道啊 我们现在讲话有没有说服力 这个是学处啊 今天假如你谈了一些道理 人家心里想 那是你想的 又不一定对 你假如说 佛陀说的 孔子说的 这个公信力就比较强了 现在人疑心比较重啊 所以孔子在这里也是 在示范给我们看 多影一些亘古不变的经典 人家比较容易服气了 那书云呢 孝呼微笑 有余兄弟 我们看八十页 第四行 这个孝呼啊 就是 哎呀 孝道啊 就是一种赞叹的语气 微笑 就是在家赞叹 这两句话 哎呀 孝道啊 孝道啊 念了两次 人语里面 有很多这种 这种词语啊 比方说 人焉 说哉 人焉 说哉 他用了两次 就更加强了 就赞美 孝道 这个孝道 哎呀 无以复加了 再来 有余兄弟 有爱 兄弟姐妹 你把它延伸开来 有爱整个家族的 长辈 同辈 那这个是 书经当中说到的 所以进一步 说到了 诗语有证 代表 这一句话 就是 诗行孝涕 诗行孝友 孝养父母 有爱兄弟 即有 为证之道 就是在 为证 所以叫 诗意为证 就是在 办证之 西齐 为为证 何必 一定要 用 为官 有一个官 为了 那才叫 办证之呢 那 孔子 这个应对 就是 人家就是说 你怎么不当官 那他当然 要应对了 我现在 在家里面 敬孝 有爱兄弟 我就是 在办证之 所以 讲 讲要 说到了 孔子 答义 虽然 不在官位 只要在家 诗行 校友 义事 为证 我们刚刚 最后 听了一首歌曲 上面 请解 有一个天下 第一家 是吧 那是 正联 一个家族 一千人 大家想一想 当时候的 明朝 全国 谁不知道 这一家人 所以这一家人的 他们的 孝涕 孝友 的故事 一定全国 都在传颂 是吧 其他家族 可能几十个人 住在一起 有口角 人家一千人 都不吵架 我们那么少来 吵什么架 一家人 一国心人 一家让 一国心让 你真的 真的有这样的 家庭出来了 常常吵架的家庭 就来给他挖宝 给他取经 所以 诗行 校友 义事为证 因为 校友是 为证之本 除此之外 什么事 算是 为证 西齐 为为证 你不 扮 校友了 那还叫 扮 政治吗 因为 校替 我们 修养 自己的 德行 要从这里 下手 我们 要 明明德 要从这里 下手 我们要清明 我们要化他 还是从校替 去带动他 用深教 用言教 孟子有一句话 来注解这个 确实 校替 就是 半政治的根本 因为半政治最重要的就是教化人心 所以宰相不在位的时候 谁 这个代理宰相 礼部上书 就是教育部长 其他的部门 都是为了 配合教化 欲教于乐 都要把教化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孟子说 道在耳 耳就是静 这个 大道 其实不是很远 可是我们 求得太远了 道在耳 而求诸远 事在意 这个要让社会安定 这个事情 不是很复杂 可是我们得把它搞得太复杂 事在意 而求诸难 把它搞得太难了 人人亲其亲 长其长 而天下平 每一个人 假如都懂得孝顺 他的父母亲 亲其亲 有爱他的兄长 兄弟姐妹 长其长 尊重他的长辈 每一个人都有 孝友的心 天下太平 每一个人都是善心 都是善忍 那当然 孔子讲这一段话 也是彰显了 孝涕是为政的根本 所有从政的人都要懂 那孔子为什么不出来 孔子出来了 有障碍 没有被重用 所以什么事情都有十节因缘 你看连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 远也没有成熟 可是他老人家尽力 我们看到佛菩萨古圣先贤走过来的路 也给我们人生启发 人生不要落路 求一种结果 一定要那个 最后都是 大圆满 自己才舒服一点 假如看到不圆满 晚上还睡不着觉 我们以前看戏 最后都是大圆满 那我们想一想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 最后没有那个机会 后世的读书人 一想一想 孔子这种 参风露树 多少天走在 泥宁的路上 他老人家 通通没有喊一声苦啊 不辞劳苦 就为了天下的安定 你说后世哪个读书人 不以孔子为榜样 想想孔子 我现在受这一点苦 算得了什么 所以你看没有圆满 也有好处吧 你看佛陀遇到歌利王 这么大的逆境二元 给了我们所有 后世的佛弟子 最好的榜样 所以诸位忍者 你们现在假如遇到的困难很大 你要说老天爷 瞧得起我 天将将大任于十人 所以你现在这些都突破过去了 你后面的子子孙孙 对你肃然起敬 以你为榜样了 所以孔子 虽然面对这么多的障碍 可是他始终不改 利益苍生的愿 所以他留下来一个精神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他老人家 尽力了 我们接下来 他老人家以后的两千五百多年 哪一个人 人格的养成 没有他老人家的教导 哪一个家庭的和乐美满 离开了他老人家的教导 哪一个朝代的兴盛 离开了他老人家的经典 那你看值不值得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造汉墙 我们得好好干 照后代子孙的人生 照汉墙 照历史 那我们同时遇到了 中华文化佛法 沉传的 违籍之秋 违籍从王之秋 最终我们静道力就对了 但求无愧我心 静道力 静道力就功德圆满了 莫以成败论英雄 孔子最后 他也没有机会发挥 但是 可能也是冥冥中的安排 他老人家最后回到鲁国了 三诗书 定礼乐 做春秋 产名 易经 把文化传下来了 好 这个 我们了解 孝涕是 为证之本 我们接着进入 第二个大单元 孝子之心尽 首先第一 珍惜尽孝的机会 我们翻到 167页 讲要 子曰 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 一则以聚 人生七十 古来兮 代表人要活到 七十岁 就算不容易 那子女 成人 智利 但是父母 逐渐衰老 贵阳图里面 有唱到 父身病 是为子 劳成疾 母心 是幽儿 未成疾 父母为子女 超了很多心 所以 渐渐衰老 所以 静孝 时日 无多 是以 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 知道了 为什么会 一则一喜 因为 父母亲 得受考 就是长寿 当然 很欣慰了 父母长寿 只能 承欢 膝下 还能 奉养 父母 这是很 欣慰 高兴的事 但一则 以聚 之而聚者 为什么会 有 担忧 恐惧呢 因为 父母之年 越高 在世之日 越少了 身具 担心什么 子欲养 而亲不在 所以 侍奉 就越来越 珍惜 也越来越 谨慎 就不空过 这个可以奉养 父母的岁月 那佛也 教导我们 是若无佛 世间若没有佛 善 是父 就尽力的 这个善就是我们 尽心尽力的 是父母 即是是佛 佛讲了 侍奉父母 跟侍奉佛 一样的功德 所以唐上二老 是活佛 这个也是 弥勒菩萨 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看讲记 这个 李敏兰老师 又教导了 做父母的心 时刻在儿女身上 没有忘记的时候 我也是 五十岁的人 每一次 给母亲打电话 看到母亲的眼神 就开始观察你了 有没有胖一点 我真的是 时刻都在儿女身上 这母活一百岁 长幽八十二 我前不久 收到一个 短视频 那母亲已经超过一百岁了 兜里面 拿了一个糖 递给她的女儿 她女儿也八十岁 八十多岁了 你看那个情景 看起来 让人觉得很温暖 你看那八十几岁的老人 哎呀 我是有娘疼的孩子 像我们曾经看过 那个翟俊杰 翟导演 他当时应该有六十几岁了 他不是说 他人生最大的幸福 他推开他们家的门 喊一声娘 他还有娘可以 可以喊 所以你看他当导演的人 那个工作压力 很大 也很忙碌 可是他都抓住那个可以静笑的机会 他剪脚指甲都是他亲自给他老母亲剪的 后来有一天他儿子也比较大了 爸 这个让我来吧 把他沉传过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翟导演听到他儿子说 爸 这个让我来吧 我看这个是人生最欣慰的事情 所以父母亲七八十岁 儿子活了五六十 但是父母看儿女还是小孩 也还是挂心 例如文王活到九十多岁 当时的五王也七十多岁了 算是不错了 从前人有病快死了 有借受 把寿命借出去的说法 儿子借受给父母 有一个人 孝子叫徐一鹏 他很孝顺 他在外面教书外 结果 他突然 很不舒服 心脏就有反应 你看古代的人 父母跟自己真的是联心 他就马上先把工作放下 往家里赶了 结果在路上遇到一只老虎 他说了 遇到你 这个可能我命中欠你命了 但是也让我先回去 孝养父母 再来还你不辞 这个老虎给他让路了 他回到家 确实他父亲病重 后来他一回来 他父亲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的时候说 刚刚 有个阴间当官的人 告诉他 你儿子自孝 连老虎都给他让路 所以 阴间决定 给他老人家 延寿十二年 你看他 他父亲在梦中做的梦 跟他整个回来的过程 完全吻合 所以父母 祖先跟我们分不开 你看我们 这个修养德行 也能够利益到父母祖先 那儿子接受给父母 文王九十三岁 他本来可以活到百岁 借受七年 给自己的儿子 五王 这个是出自于礼记 所以五王多活了七年 文王已经能办大事了 五王是能办大事的人 文王还牵挂着 所以看看文王 就可以去体会当父母的心 所以人再不孝养父母 可以吗 我曾经是遇过一个同事 他也带我一辈 他当时候应该说五十多岁了 他得癌症 他母亲八十多岁 要走以前 直到他的女儿 有癌症 他母亲临终前 说希望我把你的病带走 他都在连最后一口气的 都在子女身上 后来这个确实也是感应 后来我这个同事的病 慢慢就好了 可能那一份母爱 给了他很大的力量 所以李老啊 讲到文王 这种父母的心境 那我们不孝父母可以吗 我们就没了做人的根 所以若人不孝 对于社会国家 必定不能拿出良心来了 所以大学说 李老讲话也是 讲一段 经典就引一句来了 他所阐述的道理 都是有依据的 这个也是数而不足 大学说的 其后者博 而其所博者后 为之有也 你对关系后的人 反而博了 对关系博的人 却情同骨肉 这是违反人性了 不爱其轻 而爱他人者 为之背德 不敬其轻 而敬他人者 为之背理 这违背常理了 所以今天 一个人 哇 小恩小惠啊 都挂在嘴上 哎呀 要去回报 可是对父母这样的大恩大德 都不丧心 这个是不正常的 他一定有目的的 所以这个都是教我们 懂得看人 德行的本 一定从孝开始的 所以父母临死时 别人不再跟前 不要紧 但他的儿子 还没有来 那家人 给病人 禁食 以便 延长 几天 与他的儿子 见面后 死的才 明目 这种天性 父母不看最后一眼 他不安心 那李老 说了 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 父母的年纪 必须知道 所以自古以来 父母受子女 孝养 的时间 不是很长 因为父母大我们一辈 孩子 三十而有四 四十 约壮 这时候啊 父母已经 五十岁以上了 就是我们成家了 那时候父母也 五十岁以上了 那父母还有几年 七十古来西的 所以活到七十岁的人 实在也很少 曾经也 看过人家 在算 我们 真正陪父母的时间 还有多少啊 像 假如我们是 在都市工作 一年 回去 可能才三四次 那每一次 可能又才几天 你这样加起来啊 再乘个二十年呢 其实时间也不是太多了 那从前呢 时序一进入腊月 那算是一年当中 最后一个月 还没有出正月 都不许说摔伤话 因为啊 年关呢 到了 对老人呢 都是一个坎 年纪大了 所以大家假如流行去注意了 腊月 去世的 相对还是比较多啊 所以这个时候都要讨吉利啊 不能说摔伤话 都是期望啊 这个老人就能够再添 添碎 对啊 所以 想想父母啊 还有几日啊 所以子路啊 是血性人啊 子路很孝顺啊 很重情义啊 父母在的时候啊 家境很穷 他白礼啊 求米 他去给人家干活啊 从白礼外呢 把米背回来 供养父母 他都不觉得辛苦啊 后来当上了大夫 吃的食物啊 是三生五顶啊 顶是装菜的用具啊 五顶 哇 那么多菜啊 他看着三生五顶啊 他流泪了 因为父母吃不上了 我们这个敏南 话也是强调这一点 你生前 哪怕是供养 一碗饭啊 都胜过 父母 走了之后啊 你 供很 很贵的这些 食物啊 这个也是啊 我们以前读过的 欧阳修的文章 双钢签表 他的父亲 很孝顺 欧阳修先生的父亲 他母亲啊 刚嫁过去他们家 每一次呢 家里只要有好吃的 这个他父亲啊 就流泪了 他母亲刚嫁过去 心里想 哦 这个婆婆刚过世啊 所以这个很 很正常 后来 他母亲发现 他的丈夫啊 一辈子都是这样 只要看到好吃的 就流眼泪了 所以 他的母亲啊 把他父亲一句话 亲口讲给 欧阳修先生听 他父亲讲 祭之风啊 祭世的时候很 丰富啊 不如养之伯爷啊 不如在生前 这个青菜豆腐啊 这个更是父母吃得上的 好 所以父母在时啊 养一碗饭啊 比死的记五顶啊 还好啊 所以要先呢 孝养父母 趁着父母 健在 赶紧静孝 别说大话 要爱国 爱社会 一定是先从父母 开始爱 开始孝敬 那当然我们这个孝心 真的出来了 是诸父 如是父啊 是诸兄 如是兄啊 我们也会很自然 尊重别人的父母 兄长 往生三福 敬业三福 孝为第一 所以媚心 这个蛮心媚己啊 贪取不义之财 供养父母啊 也是不孝 我们要用正当的钱财啊 来供养父母 哪怕是赎水成欢 吃得简单的 但是毕竟是诚心啊 尽力的 这样可以赞助做人的人格啊 赞助了人格 可以扬名声 显父母啊 立身行道 扬名以后事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如果你干得不好啊 别人就在后面 骂你 甚至批评父母啊 这个就 情何以堪呢 好 所以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啊 因为报恩啊 怕来不及 一则以喜啊 所以想到父母的年纪 幸好我 自几时啊 自几时啊 就孝养父母了 父母能多活几时 现在仍然健在 尽了自己的力 就能显扬父母 所以父母好好奉扬 然后自己道德品性要提升 然后在自己的单位 自己的乡里 好好做人呢 显扬父母 那没有人呢 会侮辱父母 甚至都是赞叹我们的父母 那实际上父母啊 特别欣慰的是 那一则以据 父母的年岁啊 如日历啊 一日日的减少 天真岁月 人减岁啊 其实是在一天一天呢 减掉了 父母与我们不能长久 所以一则以据 儒家讲世间法 讲得很维系 从心的细处讲 孝子的心呢 讲得很细啊 分析得很细 所以这一章讲的就是心法 是世间法的根本 其实也是初世法的根本 能依此作为 再来修学佛法 就有大帮助了 好 这个今天呢 我们待会还要 有祭祖活动 所以今天的课 我们就先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感恩承德老师 慈悲授课 下面我们来先回下 仅以今日共学 祝愿承德老师 诸位学长及家人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所行圆满 一切吉祥 祝愿全球一条龙教育事业 英国汉学院教育事业 红毅私塾教育事业 加拿大弟子规学会教育事业 顺利推广 恒博发展 愿中华文明之光 普照中西方世界和平 请尊敬的成为法师 及诸位学长起立 来一起行礼 请肃整一关 端身正义 让我们以至诚 恭敬感恩的心 向至圣先师 孔老父子行三驱功礼 一驱功 起 再驱功 起 三驱功 起 向静岸的黎炳南老基士 行三驱功礼 一驱功 起 再驱功 起 起 三驱功 起 好 恭请成德老师再次入座 向成德老师行三驱功礼 不为礼 一驱功 起 好的 大家请坐 本次学习研讨结束 感谢参与 恭送成德老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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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